這個公車上說還要出現適容 台北市有流行客來歡迎 說坐公車 剛才一個男主站在車門邊 要坐路車的流行客 如果經過他的旁邊 他就故意把手抓去管 去客人 帶孩子的行程 實在是有夠變態 嫌疑到完之後 接下來變說不是故意的 也願意跟被害人來討厭 不過也會讓以上發辦 警方也來服務 如果坐公車 坐到這種的狀況 可以馬上把計劃 如果這是車司機 直接把這台車塞到警察局 馬上處理 請別人外圖的男人 平致公車司機 有月後面看了一個 流行客船車後 用車手掛開口 流行客行禁 當時人真不爽快 隨大廠話說有變態 接獲一名女性 自所報案 稱在公車上遭不明男子息凶 避急指派同性別遠景 專責受理 當時越生氣 接日一日的公車 一張車就遇到這種情形 會感覺讓人吃豆腐 越想越不對 過程天就早起拍手報案 警方依照 算數找到憲法 嚴格這個生理的男人 他解釋說是沒有生日的 這個案件 警方依照性騷照 風地發 依上徵辦 警方依照是一個捷運 人跟人 難免會去碰到 相反也可能躺進去中 所以說讓性騷掉 行為真難認定 當然性騷擾這種事情 大家對他的定義都不一樣 所以沒有辦法碰到的話 會馬上先說對不起 對 然後對 看對方的反應 該有的距離 你還是要就是自己去拿捏 自己去保持 因為就是可能你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別人會覺得不舒服 警方也讓民眾 遇到律師的情形 要雖然報警 還是找人來協助 才會讓這種行為越來越嚴重 就算了